孔子呵护别人的缺点就像呵护别人的伤口一样 所以孔子是一个特别具有清和力的人 孔子会不会是一个老好人呢 孔子常常是攻击别人的 孔子为什么同时具有这两种情感 真正仁德的人既能爱人也要恨人 上海电视大学爆棚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第十四集 爱恨两重天 在上一讲里面我们讲到子章问孔子 如何才能做到仁德 子章问仁 孔子给他回答了五个字 公宽信敏慧 其实呢 类语里面还有五个字和这个很相似 这五个字呢 是子贡对老师的个性和气质的一个概括 子贡很聪明呢 有一天子亲就问子贡一个问题 说我们的老师啊 周永烈国到很多地方 他到一个地方不久 他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对这个地方的人物 他都很了解 他怎么这么快乐就能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政治情况 风土人情了呢 是他向别人去打听的 还是别人愿意主动的向来告诉他的呢 子贡说我们的老师有一种气质 有了这种气质以后 别人都愿意和他交往 愿意把心理话告诉他 愿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那么孔子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样的气质呢 是哪五个字呢 子贡说是温良公俭让 温 温人很温和 不激烈 不尖锐 不尖刻 很温和 良 善良 他不仅仅是善良 他是指对万事万物有善意 所以我们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时候 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人和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善意 这是良 公 好理解 公敬 公敬心 敬畏心 减 减是什么 减不能简单的理解 为生活节减 减是指做事有分寸感 那么生活有分寸感 那就不奢明浪费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节减 减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种什么呢 一种约束 比如说前面一个公敬 公敬好不好 公敬很好 但是公敬骨头了好不好呢 那就不好了 在任意里面 孔子就讲到了足功不好 就股份的功也不好 你在大街上碰到老师了 对吧 你很恭敬老师 你说老师好 打个招呼 很好 对吧 你走上前去跟老师握个手也很好 当然一般来说要等老师先身手 然后你跟老师鞠个宫也很好 但是你说我要表现对老师足够的恭敬 那我趴在大街上就给他磕个头 那就不好了 为什么 孔分了 老师会很尴尬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在大街上 那就很尴尬 所以做任何事情 哪怕是优点 哪怕是该做的正确的事 也得要有分寸感 从哲学上讲 这就是度 插之好泥 没有一千里 所以这个减 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最后一个字是让 温良恭敬让的让 谦让 孔子有这五个字 所以孔子是一个特别具有亲和力的人 我们常常讲 某某人有亲和力 有时候我们也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亲和力不够 那么你要想 为什么别人有亲和力 我们自己为什么亲和力不够 我想我们看看这五个字 从这五个字着手 孔子正是因为有温良恭敬让的气质 所以别人都愿意和他交往 那么在不同的场合下 面对不同的人 孔子又是如何表现出这种气质的呢 你比如说他讲到孔子 走进朝廷人的门的时候 孔子是小心而又恭敬的 甚至感觉到无地自容一样 你看进了朝廷的门 他有点像无地自容的样子 为什么 小心谨慎 这是个严肃的场合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表示恭敬的场合 我们不能太放肆 你可以在你自己家里面很放肆 很随便 你可能在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也可以很随便 但是如果你到人民大会堂去 你就不能很随便 为什么 那是一个庄重的严肃的场合 你的行为要和这个场合和谐 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拘束 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有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有十度的拘束 十度的小心 甚至呢有一点怎么样呢 十度的紧张 我跟我的学生说 比如说你们去到外面去应聘工作 你不要在任何一个场合下面对了一个应聘的 对吧 对方的这个这个这个某一个公司里面的货带是应聘官 你总是看看他什么都不在乎 那未必是好事 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这个人很能干 你参加各种比赛 你面对的评委的时候 你不要老是觉得我不在乎 我什么都不怕 不一定是好事 你十度的紧张 十度的拘谨 让别人感觉到怎么样 这个人很老实 因为十度的紧张和拘谨 表明你对评委 你对于你那个应聘的人怎么样 是一种恭敬 有恭敬心的人一定怎么样 会拘谨的 一定会是这样 所以孔子们他到了朝廷以后 他就非常恭敬 甚至感觉到有点无敌自容的样子 他从来不站在门的中间 进门的时候 进出的时候 他从来不踩门槛 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人 老是讲风水 我就跟很多人讲 我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有研究过风水 但是我说我对风水有我的理解 我们很多人以为风水 那就是我这个东西摆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我这个门往哪地方开比较合适 这个讲的也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人站在哪里比较合适 人心就是风水 我们这道大门 大家进进出出 你在门的中间站着 那你站的位置就不对吗 你风水就不对吗 那你总会碰碰撞撞吗 你过马路的时候 不看交通轨载来走 那你就是风水不对吗 你人的风水不对吗 所以我们说人的一举一动 你站在什么地方 你走在什么地方 那都是有道理的 文明的人在这方面一定是很讲究的 所以孔子不站在门的中间 也绝不踩门槛 经过国军坐位的时候 孔子面色庄重 脚步加快 驱 说话小心翼翼 好像中气都不足一样 声音很小 牵勾吗 对你正在说话的这个对象的尊重 以及对你正要说的这个内容的谨慎 就使得你在那样的场上 你不可能是看卡探 那么有时候孔子做外交 他出国访问 面色庄重 也是恭恭敬敬 脚步紧张 而又小心 走路的时候 你感觉到他好像在 寻找一条看不见的线在走 好像遇到线 他就照着这个线在走 那么照这样讲 孔子是不是时时都很紧张 那又不是 该放松的时候 他又很放松 比如说线里的时候 他就满脸合约 以私人的身份去会见外国国军的时候 他也是很轻松 因为不是公事了 私事了 大家放松一点 在乡下 香饮酒 在乡下饮酒的时候 孔子从来没有自己先站出来 离开座位 出门的 他要看在这一个饭桌上 酒桌上 谁的年纪最大 他先站起来 孔子才站起来 他先出门走了 离开了 孔子在离开 只要有年纪大的人在场 他一定是赔到底 敬老吗 孔子通过待人接物的具体行为 表现了他内心的修养 和外在的气质 这是孔子具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 那么在面对不幸的人群 和弱势群体的时候 孔子又会怎样做呢 在第九章里面还有这样的记载 孔子啊 见姿催者 免衣上于谷者 见之虽少必作 故知必须 孔子就要看到 穿着礼服 戴着礼帽的人 或者是穿着丧服的人 或者是盲人 就是这一类的 即使是他们很年轻 年纪比孔子小很多 但是孔子也一定赶紧站起来 这些人只要在孔子身边经过的时候 孔子一定赶紧站起来 很恭敬的站在一边 为什么 穿丧服的家里有丧事吗 你要表示同情吗 戴礼帽穿礼服的人 那肯定刚刚祭祀完吗 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吗 盲人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 盲人是弱势群体吗 你在对他表示同情吗 所以这些人哪怕年纪很轻 孔子也一定赶紧站起来 让他们看着他们 目送着他们过去 假如是这些人站在那个地方 孔子要从他们身边经过 怎么样 被驱 不是大踏步的走 也不是漫不经心的 慢腾腾的走 驱 就是一个人在长辈面前 一个人在上级的面前 走路的那种独特的走法 快步 这个节奏很快的 但是又是小步的走过去 你看这一切里面体现的是什么 就是给别人脸色看 这也是一种对人生有感悟之后所说出来的话 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别讲究这些东西 这就是人的一种修养 然后长期以后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气质 任何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他都是有他独特的气质的 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气质 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气质 法国人有法国人的气质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气质 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气质 我们中国人怎么样 当然要有我们中国人的气质 从孔子以后两千多年来 中国人的气质是什么气质 文职彬彬的君子气质 文职彬彬呢 这就是孔子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风范 对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影响 那么孔子对待弱势群体 对待不幸的人 他总是内心充满着仁慈 蓝语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一个盲人乐师叫勉 来见孔子 古代的盲人呢 都有相 所谓的相就是引导盲人走路的 那么孔子在家里面 这个这个这个师勉就进来了 有一个人搀扶着他就进来了 可是自从这个师勉进到 孔子的门孔子看见他以后 孔子的眼光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盲人 没离开过他 他一路在指点着他 盲人走到台阶的面前了 孔子马上提醒 前面是台阶 小心一点 盲人走到坐席的面前了 孔子说 坐位到了 你请坐下来 等到盲人坐下来以后 周边的人全都坐下来了 孔子在告诉他 告诉这个盲人 你的左边是谁 你的右边是谁 你的前边是谁 你的后边是谁 盲人看不见啊 孔子让他要对周围的环境有所了解啊 我刚才讲了 盲人总是有人搀扶着 按说孔子不需要讲 不需要讲 他为什么要讲 这就是出自一片仁慈的内心 那我们一般来讲 你不需要讲 你讲不是啰嗦吗 我们要明白啊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为什么啰嗦 是因为他善良 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关心牵挂和不放心 所以我们看到 父母大多数都是啰嗦的 子女大多数都是厌烦啰嗦的 等到厌烦啰嗦的子女 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怎么样 他又变得啰嗦了 为什么 这种啰嗦是出自于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无限的关爱 所以能语的这一段记载 你觉得孔子是挺啰嗦的 但是你又要从中感受到什么呢 感受到孔子对于一个盲人的博大的同情 所以能语上的这个记载 我们说两千多年了 这一个场景 历历在目 读到这一段 你不能不感动 会读书 不会读书 我们说你有时候敢去看一看一下 就是你看看 你在读到那些该感动的地方 你还能不能感动 你还有没有被感动的能力 实际上我们说 当场孔子就有一个学生被感动了 这个学生是谁呢 子章 子章是一个在孔子的学生里面 是一个很大大捏捏的人物 很有才 志向也很大 但是为人比较粗疏 他看到孔子的这一幕 他把他一下子看在眼里 等到这个师免走了以后 子章就问老师 说老师 你刚才 这一举一动 我都看着 你这样做 是不是就是 对待盲人的正确的方式 孔子说 是啊 对待盲人 我们就应该这样关心他 孔子有独特的亲和力 这时跟他接触的人 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孔子的内心仁慈 对不幸的人 也充满了理解和同情 那么除了对人 有这样的情怀 对待世间万物 孔子又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不光是对人 孔子对万物都有爱心 所以 那鱼里面还有这样的意义 记载 只钓不高 易不射速 孔子假如要吃鱼的话 他怎么样呢 他用鱼竿去钓鱼 但是他从不用鱼网去打鱼 他要射鸟 因为他不是要学射剑吗 古人学射剑 那要实习一下吧 要有个移动的靶子吧 易不射速 他只射非洲的鸟 绝不是晚上在鸟巢里面安息的鸟 那你说这有区别吗 区别太大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区别 看出一个人类型的高贵与否 你想吃鱼 为什么钓鱼 简单的说 钓鱼首先 他只钓一个两个吗 他不会大面积的捕杀吗 更重要的是钓鱼的时候 你给鱼一个选择的机会吗 愿在上钩吗 你网鱼是怎么样 你给他选择机会没有啊 没有啊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人是怎么样的 去从水中把鱼弄上来的吗 钓鱼他没耐心了 笑你不高 用网去打磨也笑你不高 最好的办法 笑你最高的办法就是什么 用雷管 用炸药去炸 一个雷管放下去 一声闷响 所有鱼虾全部飘在水面上 这是堵落啊 这是完全没有心灵的人才能够下得了这样的手 你这个时候再来看看孔子对鱼的这种态度 我们说人类不可能不杀生 因为人他是一个扎实动物 他总的要吃肉 他不可能不杀生 但问题是杀生的方式 以及杀生的这么规模 有没有必要 那你说世界是天上的鸟 正在飞着的鸟和是在鸟巢里面安息的鸟有什么区别 那同样吗 飞着的鸟我射它的时候也给它一个逃生的机会吗 你鸟晚上在朝里面就安息了你拉剑就射它 你不给它逃生的机会吗 你趁它睡着你干这种事情 而且它显出你这个用心 尤其歹毒 你不光明正大吗 你偷偷摸摸的吗 所以行为的方式不仅能够反映人的内心 行为的方式还能够塑造人的心灵 好的方式会塑造一种好的心灵 恶劣的方式渐渐的会培养出一种恶劣的心灵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慈悲 这个词我觉得真是非常好 为什么好呢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 互为因果啊 因为词所以悲 因为悲来又所以词 因为我是仁慈的 所以我会为一切不幸的人而悲伤 因为我知道这个世道的悲凉 所以我的内心里面充满对世界万物的仁慈 说这个词特别好 孔子就是具备这样的一种慈悲心怀的圣人 我们来看看孔子如何对待他自己家里面一条死去的狗 我们现在很多人养宠物吗 对吧 对狗也很有生的感情 我们看孔子对他家的这条狗是什么感情 这条狗死了 孔子就跟他的学生子贡说 你把我这条狗去安葬一下 我跟你说啊 马死了 怎么安葬呢 用围蔓把马的尸体包裹起来 埋葬 狗死了 怎么安葬呢 用车盖 车子上面的那个散盖 把狗的尸体包起来 埋葬 所以一般人家围蔓救了破了 为什么不扔 要留着将来买马 一般人家车盖破了 救了也不扔 干什么 留着将来买狗 你看我们的古人啊 他这个动物有感情的 我家里有马 我就想着我怎么样给他准备后事 孔子长到这个地方他很伤心 这个端木刺 你看我很穷啊 我我现在家里没有车盖啊 所以我不能按照这个规矩来埋葬狗 怎么办 这样吧 你拉一床席子 把狗好好的包起来 安葬他 在端木刺出门的时候 孔子还专门叮嘱了一句 你千万不要让狗的头直接埋在土里啊 你说端木刺这么大的人了 他买一只狗不会吗 还用得着你孔子 这样反反复复的去交代吗 在这样的一种反反复复的交代里面体现的孔子是什么呢 是孔子对于这一条狗的感情 所以我刚才讲了啰嗦之人必有人词之处啊 你有时候不耐烦你 子宫说我买狗还不会买吗 别啰嗦了 我会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千万不要把狗的头直接埋到土里啊 他一想到 假如我不交代 万一子宫这个人不在意把狗的头直接埋在土里呢 我想想一个狗的头对吧 直接用土不得掩盖起来 那个鼻子里面狗的嘴巴里面眼睛里面全是土 孔子怎么样 他受不了啊 我们说为什么有的人心地纯善 就是因为他常常受不了 为什么有的人心地残忍 就是因为他常常受得了 什么叫文明呢 文明就是对很多东西受不了 什么叫野蛮呢 野蛮就是对很多东西都受得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化 文化就是软化 文化让我们的心灵软化 因为孔子有所爱 有所呵护 那么他对于他所爱的地下遭受伤害以后 他肯定要奋起反抗 你爱你的孩子 你对于伤害你的孩子的人 你难道不恨吗 你对伤害你孩子的人不恨 难道能说明你对你孩子爱吗 所以这一点点是一个分闭的脸面 有大爱之人一定有大恨 所以我们讲孔子爱 一定要讲到他的恨 孔子常常是攻击别人的 孔子一生最讨厌的人 是谁 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老好人 相悦得知贼也 我们认为老好人 老好人多好啊 孔子是老好人 是道德的贼 是伤害道德最严厉的 最严重的人 因为他没有原则 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 除了他犯爱重 他同时还仇恨一切不公道 不人道的事情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让他成为圣人 所以孔子常常是攻击别人 并且非常具有攻击性 甚至齐警公死了多年 孔子还在说他坏话 齐警公有马千速 死之日明无得而趁烟 齐警公是很有财富 有四千匹马 可是他死了以后 老百姓找不出他一点的好处来 这不是说死人的坏话吗 魏宁公对孔子够好了了吧 周游列国 大多数世界呆在魏国 魏宁公一见到孔子 就给他六万斗的俸禄 可是魏宁公死了以后 孔子讲 魏宁公无道 齐警公有马他骂 魏宁公无道他也骂 孔子为什么路啊 不为自己 没有私仇 这是功仇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兰公禁熟 这个我们都知道 孔子曾经通过他的帮忙 让魏宁公 资助他 到周去向老子求学 可是兰公禁熟后来丢了官 流亡国外 再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 宅宝尔潮 他的马车上装的全是金银财宝 全是财产 干什么 贿赂 通过贿赂想恢复他以前的这个决位 孔子怎么说的呢 说像他这样 贿赂 倒不如早一点破产 你看孔子怎么骂学生 燃球为济世俱捏 孔子怎么说的 球也非武徒业 小子名寡公尺可以 燃球从此以后不再是我的学生了 你们都留着战鼓向他进攻吧 你说燃球什么时候赶得对孔子呢 孔子之所以能回国 还要沾燃球的光啊 还是燃球帮他的忙啊 燃球也是对孔子忠心耿耿的 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学生 就是因为燃球帮济世俱念财产 盘博百姓 所以孔子毫不犹豫的宣布开出他的学籍 燃球伤害的不是孔子 燃球伤害的是人民是百姓 燃球伤害的是公道是正义 所以孔子绝不宽容 不但自己不宽容 还号召其他的弟子们都向他进攻 他骂人呢 他骂得很厉害啊 骂得最狠的是谁啊 最严重的是谁呢 宰我宰我是正式冤枉 就大白天睡了一下懒觉 也许是昨天晚上太用功了 对吧 今天补一下 这也都有可能的 但是就被孔子发现了 孔子怎么骂 朽木不可刁印 粪土之强不可乌印 后来从孔子以后 历代的老师骂学生 这就是最常见的词了 今天我们可不一般 绝不敢骂学生 朽木不可雕 家长要找你麻烦的 伤害他的自贞心了 实际上有的时候 人的自贞心还必须要伤一下 支持啊 后勇 受刺激 你可能才能够觉醒 教育有多种方式 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一个叫汝贝的人 到孔子这儿来向他求教 那个弟子们来回报 外面一个叫汝贝的人 想向你请教 孔子说你告诉他 我生病了 可是这个人还没有出门 刚刚出门 孔子在里面拉着一把琴 又是弹琴 又是唱歌 故意的让外面的汝贝听见 你说你这不就是刺激人吗 你说他汝贝心里都难过啊 你老是生病了 可是他在里面唱歌吧 就是明白的告诉你 我身体好好的 但是我就懒得教你 后来的孟子解释说 我懒得教你 也就是在教你 我让你明白 你还不配做我的学生 你还差得远 你还能努力 对伤害功德的事情 孔子会严厉之责 对自己的学生 孔子也会用骂的方式 来进行教育 孔子不仅会骂人 甚至还动手打过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我们说 《冷语》这一本书 你要仔细看 就是一部骂人之书 他一直在骂人 无畏见浩德如浩瑟 这是不是骂人了 这不是骂一个人 我们又看到哪一个人 浩德胜过浩瑟 那不是把我们所有的人 都骂了吗 骂尽天下浩瑟人 无畏见刚者 我们又看到刚强的人了 那不是骂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欲望开毒 不够刚强 无畏见好学者 那不就是骂我们这些人 都不好学吗 无畏见好人者 那不就是骂我们这些人 不好人 不仁不义吗 所以《冷语》这本书 就是骂人 骂尽天下人 我告诉你 孔子他不仅骂人 他还打人 而且打的还是个老人 孔子有一个朋友 一辈子的朋友 叫袁壤 袁壤这个人 一辈子确实是比较放荡 不大约束自己 可能有一点隐世风范 他的母亲死了 孔子想 老朋友家的老母亲死了 就带着弟子们去吊咽 到了家一看 什么呀 这个袁壤根本就没有 按照一般的丧葬之谜 来安葬他的母亲 那孔子一看 这怎么办 我们帮他办吧 就带着弟子们 帮他办丧事 孔子亲自帮袁壤的母亲 整治棺材 在棺材板上画画 袁壤在干什么呢 袁壤在旁边唱歌 唱到最后 唱到特别高兴了 干脆跳到棺材板上唱歌 而且唱的还不是好听的歌 是什么歌呢 说的好听一点 是迷迷之音 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黄色的歌 你的粉脸真狐媚啊 你的小手真柔软啊 你说这哪像 正派人唱的歌呢 所以孔子的弟子就特别生气 老师啊 这家伙太不像话了 我们不管了 不走 孔子说 我们看在死人的面子上 我们不管他 他这老母亲怎么办 我们帮他办了吧 孔子假装听不见啊 听见了怎么办 听见了没办法 只好假装没听见 假装没看见 我就不看我也不听 我帮你办 拜完走 这次够忍了 可是到了晚年 孔子从外国回来 袁阳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他的毛病 还是那么狂放 有一天孔子到他家里去 袁阳一屁股坐在地上 连腿伸得老远 这古人的一种傲慢的做法吗 叫鸡具吗 这个波鸡吗 那样的形状吗 这是一种很傲慢的 很不恭敬的做法 孔子一看到真的很神奇 孔子说你这个人 少年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壮年的时候无所作为 老了这么一大把歇数 你还不懂事 不懂事也就算了 你还不死 你就是个贼 孔子当时老了 处着拐杖 那个袁阳的腿不是伸得老远吗 拉起拐杖 就对他的小腿 狠狠的就是一下 把你的狗腿给我缩回去 袁阳此时也是一个老人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孔子的愤怒 孔子为什么愤怒 为道义愤怒 我们有很多人老实说 我们修养到最高的境界 是不是就是心平气和 我告诉你 心平气和可能是一种 境界 但绝不是最高境界 面对着世界上的种种丑恶 你如果一点都不生气 那难道能够说明你道得高吗 那只能说明你道得敢麻木 只能说明你度罗 孔子知道老还在生气 孔子到老都心不平 气不合 为什么 世道有那么多不平的人 有那么多不平的事 既然有不平的人 有不平的事 那我们就不可能心平气和 面对不平之人和不平之事 我们如果心平气和 说明什么 就是堕落 就是麻木 所以有一次 子宫曾经问老师 老师 君子也有所证悟吗 孔子的回答是 是 君子当然有所证悟 为人者 能好人 能悟人 真正仁德的人 既能爱人 也要恨人 有爱 有恨 是正常人 有大爱 有大恨 那就有可能是圣人 我们这一场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孔子周游列国 遭遇人生最大危难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走到了一个绝境 孔子被困绝境 他将如何化解危机 孔子在他那个小帐篷里面 就在那谈起 可是弟子们熬不住了 他们开始质疑人生 做好事了 还会情途陌路吗 面对弟子们的困惑 孔子会怎么办呢 请继续收看 上海电视大学 中文系教授 鲍鲁山 围图陌路时 孔子呵护别人的缺点 就像呵护别人的伤口一样 所以孔子是一个 特别具有清和力的人 孔子会不会是一个老好人呢 孔子常常是攻击别人的 孔子为什么同时具有 这两种情感 真正仁德的人 既能爱人 也要 嘿 上海电视大学 鲍鲁山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 第十四集 爱恨两重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一讲里面呢 我们讲到 子章问孔子 如何才能做到人得 子章问人 孔子给他回答了五个字 公 宽 信 敏 会 其实呢 内容里面还有五个字和这个很相似 这五个字呢 是子共对老师的个性和气质的一个概括 子共很聪明啊 有一天 子亲就问子共一个问题 说我们的老师啊 周游列国到很多地方 他到一个地方不久 他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对这个地方的人物 他都很了解 他怎么这么快了就能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政治情况 风土人情了呢 是他向别人去打听的 还是别人愿意主动的来告诉他的呢 子共说我们的老师有一种气质 有了这种气质以后 别人都愿意和他交往 愿意把心理话告诉他 愿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那么 孔子的这个气质 是什么样的气质呢 是哪五个字呢 子共说是温良 公 公 简 让 温 温人很温和 不激烈 不尖锐 不尖刻 很温和 良 善良 它不仅仅是善良 它是指 对 万事万物有善意 所以我们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时候 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人和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善意 这是你啊 公 好理解